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投资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稳超胜券节目 当然这个昨天这个大盘 下跌了199点 投资人经历到所谓的震撼教育 当然今天的大盘 进行所谓的突围的动作 今天的大盘上涨了90点 那两天一天大跌一天大涨 我相信投资人他心里面会想 老师这个大盘未来 未来该怎么办 其实这个大盘你不用想太多 你真的不用想太多 因为我今天跟你讲的是要 叫做什么叫做突围 昨天叫做危机处理 因为川普对不对 没事情就开始互不说话 公共的港股大跌1000点 这个中国大陆的股市 对不对 也是应声下跌 只有台股他是比较强 大概经过昨天的一个下跌 我相信很多的投资人 可能怎么样 都被迫出场 都被迫出场 但今天的一个上涨 投资人又揽起了一个希望 但是严老师今天要跟各位讲的是什么 这五月份的行情 你不要太小看 你不要小看 你现在去看加选指数 真的也有点失真 加选指数先放一边 把你的目光 放在这些所谓的五月份 未来会大涨的股票 那五月份会涨什么样的股票 是不是被动元件 不是啦 是不是矽晶元 也不是啦 是不是Mosby 大概也不是啦 为什么不是这三个族群呢 因为被动元件 现在对不对 国具华星科 包含信仓电 你看到的 现在都没有人买 对不对 没有人气嘛 没有人气买的股票 你就不用去看了 就不用去看了 甚至逢反弹 你可能要稍微听严老师的话 老师现在要跟你说的 你稍微要减码一下 现在不是去做被动元件的时候 如果说这个未来 这个被动元件开始涨了 我会在所谓的运通财经台 我会在第一时间点 我先跟你讲 这时候你就开始 开始把钱准备好 我们一起来操作被动元件 但是现在十几点还没有到 人家说 这个做股票要看时机 这个时机不对 你做在座的动作都没有用 矽晶元也是嘛 这个产业基本面没有改变 6吋 8吋 12吋 报价是上扬的 未来长 这个展望也不错嘛 但股价就是没有涨嘛 但是你 对不对 我都是事先讲 那Mossby 涨一天 他又跌下来了 反而光的族群 这个郁金光你要稍微注意一下 一天涨一天跌 今天又涨上去了 那如果说你真的看得懂的 你现在稍微注意一下光 这个光之前都大涨 严老师带你做的玉金光也好 雅光也好 雅明光也好 我相信每一档都是大赚 那光不要有机会 靠机会 你知道吗 这个看我们节目的 老师都会事先讲 那未来会怎么走 这个明天就是一个关键 因为一天涨一天跌 这个跳功缺口还没有补 这个跳功缺口告诉我们什么 如果说这个跳功缺口 三天之内回补了 那这个大盘就会变强 那如果说这个跳功缺口没有补 它就属于一个区间的一个所谓的缺口 不管是往上还是往下的话 这个地方意义上面都不大 你反而要注意到所谓的个股表现 当然今天的一个族群里面 这个PCB的族群很强 你可以看到所谓的渐龙 两天就是两根涨停板 南电的话今天涨了8% 包含岩老师 在5月份送给你的五月之光 这个代号 来看一下好不好 这个叫台虹 对不对 8069的台虹 对不对 8039的台虹 今天的股价 再创所谓的波段的一个新高 这就代表说 5月份的操作里面 它会有新的主流出现 新的主流出现 有时候这个新的主流 你要事先去卡位 你要事先去买 就像之前 这个行情在所谓的1月4号 在这个地方都没有人告诉你们 这个行情会涨还是会跌吗 岩老师告诉你 进入到超跌区了 这个地方你反而要注意 这个地方去操作 才能够赚大钱 这个后面你所看到的 对不对 这个行情就是每天涨每天涨 金金涨金金涨的格局 你只要能够掌握到起涨点 任何股票操作都一样 金融商品都一样 只要你能够掌握到起涨点 知道它的趋势 我相信每一档股票 都能够掌握先机 我们这个节目 5月2号开台 我相信也创造了一个奇迹 岩老师在节目中 讲了三档股票 一档股票叫合情控 最近上涨了多少 80% 另外一档股票叫什么 叫3260的威刚做低论 近期以来的涨势 我相信你现在赚钱了 对不对 你要放口袋也可以 拉回找买点也可以 因为趋势没有改变 3260威刚最近涨了多少 34% 老师送给你的PCB里面的 做上游材料的 它叫做台虹 对不对 8039的台虹 今天创新高 这个股价短短三天之内 它就可以上涨多少 超过21%以上 这就是所谓的 你现在看到的 一些股票 跟之前 这1到4月的股票 所涨的股票不一样 之前涨的是什么 散热的嘛 你买超纵 你也赚钱 对不对 你买双红 你也赚钱 这叫散热 那如果说你之前去买 这个PA的 包含这个穩帽啦 这些股票都赚得到钱 但是5月份的操作 你要注意 它是属于一个先蹲后跳 个股表现 个股表现 个股表现里面 强的 会越来越强 你没去买 后面起来的时候 你可能如何 你又不敢买 这个老师必须要提醒你 那大盘的部分不用担心 那可能你会担心到川普嘛 那川普到底还会不会乱讲话 川普不会了 为什么你知道 因为中美贸易战 本来啊 这个礼拜就要结束了 都说好啊 你这个派刘鹤 对不对 刘鹤来到我们美国 我川普派出一个代表 我们两个直接来讲一讲的 讲一讲的 这个美国 请这个中国的部分 稍微让步 这个中国的部分 一数一数 做个让步 我相信这个事情 应该很快的就落幕了嘛 结果川普怎么样 出怪焦 这个刘鹤 这个还没有出国的时候 他竟然说 你这个税率的话 我要调涨到25% 我相信这个 这是一个意外 当然你看到所谓的美股 在盘后它是开低走高 那开低走高代表什么 代表低档区的部分 是有人怎么样去做出个承接吗 美股近期公布的所谓的财报 所谓的就业人口都是 数据都是非常不错的 只是说它的经济成长性 在数据方面的话 看起来是一个好一个坏 所以说这个 这个川普对这个鲍尔 也有意见嘛 鲍尔你这个 要不要做升息的动作啊 鲍尔说这个升息室嘛 太恐怖 我就不要升 我用所谓的存款准备率 去做出个调降 来让这个市场的资金啊 涌入到所谓的 全球的一个股市啊 我相信这个 都是属于插香走火啦 台股的话大概 从明天开始的话 会回到所谓的正常的轨道 那包含4月份的财报 即将要公布的话 台股未来会回到所谓的 谁的财报 它的股价表现性就比较好 谁的股票在低档区 有人在照顾 有人在买 这个上涨的一个机会性啊 会比较大 那你收看颜老师啊 这个稳超胜券啊 从5月2号开台到现在嘛 我们在节目里面 第一档股票送给你的 庆祝开台大礼 来电大礼 这档股票 我们名称叫做五月之光 我相信老师已经验证了 这档股票是低档区底部起涨的 你敢买 现在的话对不对 会不会持续大涨 我们在lient里面 我相信每个步骤啊 每个步骤都非常详细的告诉你啊 但是我跟你讲的是怎么样 你这个资料可以先打电话进来拿 你可以先买先布局 这个lient你加入之后 你加入之后啊 你加入之后啊 那你会收到讯息啊 但今天有人跟林老师反映啊 老师我会有加入这个lient 我是你的好朋友 但是这个股票收到之后啊 我发现这个股价好像啊 这个跟现在的一个买家卖家报价 好像差了一个时间点啊 这个就是所谓的啊 你加入lient以后 我们讯息的发放 经过网路 经过所谓的这个程序之后啊 可能你会在两到三分之后 两到三分钟之后才会收到 这个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啊 那如果说你在加入lient里 后面以后 比如说你现在开始加了嘛 麻烦你可以留下你的 联络的一个电话号码 我们会在lient发送之前 在第一时间点的话 除了用lient告诉你以外 我们也会用电话的一个 直接拨电话的一个方式 直接告诉你啊 所以说今天的话 老师必须要告诉你 你加入到我们lient以后 扫描我们的QR Code 今天开始的话 就要留下你的 联络的一个方式啊 不管你是留室内的电话也好 你是留你的手机啊 有话都找到人 你知道吗 只要有办法找得到人 任何的股票 我们都会在第一发动点 直接的利用打电话 这个lient的方式啊 直接来告诉你嘛 这张股票来电大理啦 我相信你在lient里面看得到 我相信这个图卡都一样嘛 对不对 那现在就有人跟你说怎么 老师啊 这个地方的话 你可不可以通知我买 我买早一点 我买再开牌 当然可以啦 当然可以啦 那大概在早上9点到9点5分 你有留电话号码的人 我们都会在第一时间点 直接的先让你怎么样 先让你进场买 当然很快的一个速度 直接拉到涨停板 我常常讲了 一根涨停板代表什么 代表多头的一个企图心 如果说一根涨停板之后 隔天再涨6% 两天就是16%嘛 这个股价要有连续性 两天涨了16% 我并没有叫你卖 我没有叫你卖 今天一样 这档股票来电大理五月之光 来 来电大理五月之光 他今天有没有持续涨 有啦 我们就是以三天 这三天加起来 对不对 从这一天开始算嘛 涨10% 隔天涨6% 今天对不对 今天创新高 三天大涨了多少 18% 三天大涨了18% 你说老师这18%多吗 也不多啦 但是这个市场里面 这个行情不是那么好 所以说这个18%看起来 好像比你当公务人员 这18%还要多啦 那这档股票卖了没有 卖了没有 来电大理五月之光 没有卖 我们在节目里面 就是很诚实的 告诉我们全国的一个投资人 我们这个股票没有卖 所谓的买跟卖都要拿出证据啦 严老师是一个诚信的分析师啊 我相信在节目里面做的每一个动作 我的会员都在看 我的会员都在看 老师你这个 到底有买吗 你看这个买盘这么多嘛 买盘这么多啊 我认为这个股票 拉回的话还是要注意的 我今天就附上这张股票的一个简讯 5月7号的简讯 在早上9点55分 五月之光这张股票 这个lite里面一定看得到的 那涨了1.35元 这个股价再创波段新高 不卖的原因很简单嘛 日周月交叉向上嘛 所以说我们这个给投资人看一下 都没关系好不好 有时候股票啊 这个股票啊 我的看法没有改变啊 有些股票啊 这五月之光 五月之光 今天创新高嘛 你一样要做到大破单的操作 好不好 有时候股票不要做太短啦 现在三天涨了18% 我给你写在这个位置去 我给你写在这个位置去嘛 持股续报啦 我的看法没有改变 有些股票 比如说这个五月之光嘛 我就拿证据给你看 连续涨三天涨了18% 这个股价有时候不见得你要卖啊 不见得你要卖 我昨天跟你讲的这张股票 要拉到涨停板 对不对 我没有叫你卖嘛 对不对 我说啊这个要卖我会通知你 要卖我会通知你 今天对不对 老师啊这个10% 再加上今天3% 这个股价又赚了多少 13% 13%我给你删在这 没关系 没关系 但是我认为有些股票好不好 这个要长期的稍微要抱长一点啊 不是说这么短就卖掉 但是有一些股票的话 真的短线上面涨幅很多了 我反而会跟各位讲 你有时候该赚了就赚了 要把钱放口袋 我就举了这档股票嘛 叫新南向的概念股啊 这一天拉涨停啊 你要动作要快 动作要快 隔天拉涨停 你再不买的话 对不对 就两天两根涨停板 第三天对不对 持续大涨 三天大涨多少 23% 三天大涨多少 今天有没有涨 今天没有涨 今天没有涨啦 但是我昨天跟你讲很清楚嘛 你可以先卖一趟好不好 那我今天再告诉你 这档股票拉回 拉回 拉回的时候你才要注意啦 先卖一趟没有关系 把钱放口袋 拉回 你要注意了 我们这档股票会带领我们的会员 再一次的进场 去做出一个买进或卖出的动作 当然这个五月份的行情里面的话 你会发现 有些强的股票天天涨 老实上联发哥现在还在涨 联发哥今天创新高 这个股票你要注意一下 这个汉糖做设备类的股票 今天怎么样股价一样创新高 很多股票反而没有跌 反而它在涨 但是我要提醒你 很多股票涨多了你不要追了啦 好不好 你现在要去买底部的 底部反转的股票 那当然我们今天呢 这个庆祝母亲节 因为这个五月十二号 这个礼拜天就是我们这个母亲节 母亲最伟大 我希望说你看到节目之后 好好打通电话给你自己的父母亲 大家聚一聚吃个饭 好好聊一聊 因为我认为母亲节是一个大节日 那我们节目的开台又在五月份 严老师今年的母亲节啊 我想要今天要扩大的庆祝好不好 所以说今天母亲节的一个大礼 严老师在今天的节目里面 五月七号礼拜二的节目里面 我想说事先的送给你 送给你的目的只有一个 我希望你能够在母亲节之前 你能够赚到人生的第一桶金 你带着你的母亲 可能去餐厅里面吃个大餐 可能买个小礼物啊 送给自己的妈妈 我这边先祝大家母亲节快乐 母亲节快乐 今天要送给各位的一个大礼 请注意 来 我们五月份的话要推出一档股票 叫五月的超强三合一 就是这档股票 这档股票该怎么做 你要先加入我们的Lite 加入之后麻烦你 要留下你的联络的一个方式 加了之后 要留下你的联络的方式 家里面的电话 大哥大都可以 老师为什么 因为这档股票在第一发动点 如果说用Lite去发给你的话 我认为速度太慢了 速度太慢了 所以我们今天啊 开放唯一的一次啊 你加Lite之后 留下你的联络的一个电话 我们的助理 会在这档股票 这个超强三合一啊 五月份啊 最强最强的股票 这档股票 在第一发动点 在第一发动点 我们就直接用卡点为方式啊 直接跟你讲 你可能先接到电话之后 Diet可能在三分钟以后才出现嘛 所以说今天的话 这个扫描QR Code 加入我们的Diet 一定要留下你的联络的一个方式 即合琴控 底部起涨3月29号开始起涨 大涨了80% 威刚的股价近期怎么样 它又大涨了34%嘛 今天的台虹 股价再创波段新高 合琴控加威刚加台虹 这三档股票加起来去多少 涨了130% 这一档股票挑战 这三档股票的涨幅啊 就说这档你知道吗 这档就好了 有法度怎么样 可能比合琴控加威刚 加台虹更飙 这档股票最少最少 它会不会涨一倍 严老师推出的五月超强三合一 这一支最强最飙 未来会震撼全市场 你要注意 所以说这一档股票错过了 这档股票错过了 你可能要再等一年嘛 因为一年只有一次的母亲节 未来这次的母亲节 严老师特别的告诉你 买的就会大涨的股票 买的就会倍数般的股票 这三档股票都是小菜 这档股票要特别注意 自助而后人助 今天只要做一个动作 加入到我们的QR Code 扫描我们的QR Code加LINE 一定要留下电话号码 这档股票超强三合一 在发动点我们助理 会直接打电话来通知你 今天加LINE QR Code都不用钱 记得要留下你的联络方式 我们现在开放黄金60秒 60秒之内打电话进来的 加入到我们的LINE 里面以后扫描我们的QR Code 留下你的联络的一个电话 这档股票在发动点 这档股票在发动点 我们会在第一时间点 立即的用电话来做出个通知 打电话进广告 万言与空投 积极办法公司 透视基本面 带领会员领先布局 透析大盘结构 掌握台股走势 产业深度研究 前进动辅先机 严格风险控管 待进保证待出 集中火力 快速累积击效 灵活攻守 是您追求财富路上的良师益友 支付专线 0223219933 23219933 轮原投股精准掌握台股趋势 帮您确实下航每步棋 长期布局投资战略 帮您达到最佳投资报酬 洞悉盘式策略悬股 轮原带您引爆投资最佳企迹 银家专线0223219933 23219933 欢迎回到节目现场 那现在加入QR Code的人非常多 那加入之后今天 一定要留下你的联络的一个方式 联络的一个电话 因为这张股票在第一发动点 我们会立即的请我们的专人 我们会请我的专人 立即用电话通知 较电话较快 让你来验证一下 严老师这个操作上面 一定是买所谓的低档区的 买那种底部开始涨的嘛 现在股票涨很多 你去买 可能是有办法赚得到钱 但是这个风险比较大 那五月份新的主流 我相信 如果说你是严老师的一个好朋友 你有扫描这个QR Code 你有加LINE 我们都会在第一时间点 有什么样的讯息的话 我们都会在第一时间点 直接来做出一个通知 打电话速度 应该会比QR Code的速度要快 打电话速度 应该会比LINE的速度 会比较快 如果说你想要掌握 第一手的讯息 比别人早知道一些所谓的讯息的话 我认为你加入QR Code之后的话 电话 电话顺带一下 对你有好处 对不对 像这个股票 如果说涨得那么快 对不对 这个QR Code发出去 可能就快拉涨停了 对不对 这个地方可以用电话通知 用电话来通知 对不对 这一天可以 那这一天也可以 电话打的速度是最快 那这个股票两天两根涨停板 昨天创新高叫你卖 对不对 卖了钱就进口袋了 那你要注意 很多的股票第一次操作 你有贪金啊 可能累积了一个财富 这支股票 对不对 三天大涨的多少 23% 这个急流高手啊 这个钱赚的第一桶金啊 第二桶金能不能赚 注意啦 现在要等拉回啦 这个股票起起落落很多 有时候你 对不对 先卖一趟 把钱放口袋 这个来天大理也是一样嘛 这个是要买还是要卖 这个当然要买嘛 底部其他股票你就是要买啊 买在这边 QR call告诉你 电话告诉你 你就可以买在起涨点嘛 一天涨 两天大涨 对不对 16% 我昨天告诉你了 对不对 我今天没有卖喔 我今天一样秀简讯给你看喔 五月之光 对不对 创波段新高嘛 对不对 一样叫你持股虚报 所以说 我们都是有图有真相 就像之前我跟你讲的 这个在合情控一样嘛 这五月份啊 这支啦 你要注意 这支股票对三个开始起 三个四个起到五个 这三个你来做这支啦 做这支啦 都是贪钱 有三个的机会 第一次买底部嘛 两次买拉回 只要跟上脚步的人啊 都能够赚钱 当然母亲节快到了 我们要提早庆祝一下 严老师的开台啊 跟母亲节是同一个月份 我这边先祝啊 天下的母亲 母亲节快乐 今天收看到我们这个 文超胜券啊 这个运通财经台的 老师这边啊 先要恭喜你了 你今天只要加入LINE就可以了 加LINE之后 记得要留下 你的联络的一个方式 记核勤控威钢 台虹今天创新高 这三档股票你赚到的 老师给你恭喜 你没有赚到的话 你现在把所有的目光啊 注意到这档股票就可以了 这三支没贪到的就 不要再看啦 就看这支啦 五月份的超强三合一 这档股票加LINE 留下电话号码 我们会在第一时间点 直接通知你喔 五月份会大涨的股票 五月份的超强三合一 今天母亲节 我们提早庆祝 继核勤控威钢台虹之后 这一支 这一支就是各位绝佳去买进的 最强最标的股票 今天电话拨通 加LINE 这档股票 记得要打电话进来 索取也可以 五月份的超强三合一 这档股票今天电话拨通 加LINE 留下联络的一个方式 这档股票送给你 我们明天见 本服务公司 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请不吝点赞 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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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栗兔 Felir CF